中国解放军上周四周五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力舰军演 引发国际间对台海局势升级的担忧 两岸是否会爆发军事冲突的疫情 在土受到了热议 不过台湾民众是怎么想的 来听听两位恰巧在演习期间 从台湾到访湾区的人士怎么说 国灵家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环台军演 让许多人有家人在台湾的湾区民众看得胆战心惊 关于中国是否会攻台一事再度受到热议 不过身在台湾的人士似乎老神在在 耐心的总统的就职典礼 他讲得非常清楚 台湾跟中国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复布密属 当然隔岸的中国有不同的一个反应 有做一些金事的一个围绕 但是站在台湾的立场 我相信这个态度很清楚 曾经在陈水扁政府时代担任内政部长的台湾棒协副理事长于政宪 这次应邀出席上周六在奥克兰运动家球场的旧金山台湾日活动 出国时就是军演期间 不过他说没在怕 我相信政府都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相信那种头 台湾人对这个第一个就是觉得反感 第二个就是麻痹 就是觉得又来了又来了 就只是又来了这种感觉 台湾知名饶舌歌手大支 说出很多台湾人的心声 他表示希望两岸关系可以越来越好 但是中国动不动就军演 反而与台湾的民意越离越远 台湾人其实可能已经有点麻痹了吧 因为中共一天到晚都在军演 那就希望中共可以多想想 就是希望两岸的关系不要那么紧张 希望两岸的关系不要那么的这样子剑拔弩张的话 其实就是少一点这种军演 少一点这种更后威胁 那台湾人民对中国的共产党的关港 才有机会可以慢慢改观 不过国际间也有评论 担心台湾民众缺乏忧患意识 对此大支指出 民众每个人观感各有不同 但是政府的反应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台湾政府每次都以谨慎 小心的态度去看待每一次的军演 这才是最重要的 26台记者古林家报道